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评明凭空罗织到每一个机构和每一个人的身上 拿清华毕业生出国深造比例高和那些留学生回国的比例低 来给整个清华扣外国的帽子 我认为同样是荒唐的 而且是一种极端主义 首先啊 我看了清华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比例 近五年它是下降的 其次呢 清华高赛生有一部分去国外就读尖端科技学科 老胡个人是鼓励他们学生后尽早回国的 但我认为即使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毕业后 留在美国等工作 这个群体在尖端学科深造对中国科技发展的综合效应 也是呢 利大于弊 不要说那些学生后迅速回国的学生能够直接发挥作用 老胡呢 希望这样的比例尽量高些 但那些进入美国等科研机构工作的清华学子 在后续漫长的职业生涯中 帮助祖国科技发展的机会和方式仍然有很多 大家看啊 现在中国大学里和科研机构的那些带头人 其中是不是不少都拥有出国留学 并且在国外科研机构工作了一些年的履历呢 像杨振宁这样的老先生啊 退休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工作 但是呢 他是否也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科技进步 做了一份特殊贡献呢 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早年参加了美国的核导弹研制工作 或者说呢 有一些清华毕业生加入了压中国一头的AI科技团队 即使呢 这些指责有依据 他们作为证据来使用 也是很偏激的 我认为 他们否定不了清华爱国的办学大方向 清华北大呢 当然有他们的问题 但他们的问题绝不是那些攻击者所夸大描述的 出国留学日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 出国留学往往呢 能一举改变个人的命运 因而呢 吸引力远大于今天 但是 出国留学潮整体上促进 而非削弱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今天的一些人给出国留学扣上外国的帽子 这样的舆论能够掀起挺大的浪头 我认为这是舆论思潮 由反改革开放按流涌动的征兆 非常值得我们警觉 现在美国大学的尖端科技院系呢 在朝中国学生关门 国内呢 又出现了追杀生 这让出国深造的年轻学子里外不是人 这肯定对中国的发展不利 当然了 清北这些年在社会上被捧得很高 大量资源流向了他们 必然呢 会让一些人心里不够平衡 而清北的贡献与社会的期待 难免呢 存在差距 另外 有的清北毕业生在职场表现一般 并不是所有人都很优秀 招致了一些周围的不满 再加上了个别清北学生犯下重案 成了舆论焦点 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复杂的情绪 这恐怕的也是 这波黑清北舆论潮声势挺大的原因之一 可以这样说啊 舆论的由头常常是虚假荒唐的 但是呢 如果它能够形成较大的声势 背后呢 通常就有值得重视的情绪和原因 我认为这个规律呢 也值得轻微高度重视